車來車往的中登路和武昌街口 民眾要過馬路走斑馬線都很危險 老人家比較麻煩 因為這邊老人家慢走 行動慢的人是不是很危險 不過我們都會注意一下 車不讓行人加上車速快 讓這個路口經常發生大小車禍 就像行人地獄 其實上坡的速度比較快 轉彎這邊其實轉過來要下去的 方向都速度都蠻快的 前面有偵測紅車道有改善一些狀況 但是還希望這邊可以偵測一個會比較安全一點 不過馬路因為老人家行走都比較慢 然後這邊直線的地方車速都比較快 然後左手邊這邊又是轉角 原來武昌街路口剛好位在中正路上下坡路段 往來車輛都會加速車速過快 市議員張浩瀚爭取設置交通號制 希望藉由行人穿越號制和紅綠燈十項管制 能夠有效控制車輛速度 前一陣子我們收到將近百戶的一個居民的連署程庭 那希望在這個路口來增設我們的一個紅綠燈的一個控制 最主要是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路口 其實對側是我們的一個公車站 那在武昌街這邊的居民 大部分要去等公車的時候就畢竟要穿越這個斑馬線 但是因為中正路整體的車流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導致非常多民眾在行進的時候 都要閃避的一個車輛 那雖然說我們現在有提高我們交通執法的這樣的一個處罰 跟法規的一個依據 但是實際上在夜晚的時候在行進這個地方 真的讓居民都感覺心驚膽跳 希望進口這樣的紅綠燈也可以達到中正路整體的一個道路 的一個減速的一個效果 因為最主要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從安蘭橋頭到中正到武昌街的這一段 其實中間只有一個非全時向性管制的一個紅綠燈 所以導致其實在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 中正路的車速都相當的一個快 那所以希望說透過這一些交通管制的模式 能夠降低車輛行駛的速度 那真的保障民眾在通勤上面的一個基礎的安全 此外為了落實人本交通安全 斑馬線旁的紅線違規停車 將會加強取締 避免危害到行人的安全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那變成說斑馬現在通勤 在對面這一個區域 先做一些基礎的取締